我非常非常建议大家一定要用化妆水 你知道化妆水啊 大家都想说 我就喜欢点拍一拍水 它有什么重要 不要小看化妆水哦 它其实很厉害的是呢 除了表面补水之外 它是去引导我们后面用的 Essence Serum 或者是一些Cream 它很好进入细胞吸收的一个管道 所以我都说好的化妆水啊 你擦完之后 不仅呢 有了初步的保湿 有了深层的润泽 它还可以帮你做后续保养品的前导菌 就是去引导我们后面擦的保养品呢 更容易的被皮肤吸收 更快的去发挥它的效果 因为化妆水种类很多 其实跟肤质有关系 你要根据你的肤质去挑选适合的化妆水 那我会建议啊 在选择化妆水有一个基本的要件 就是它一定要有充裕的保湿成分 那目前呢 在市面上 我觉得最棒的保湿成分就叫做透明脂酸 就是玻尿酸 因为呢 它除了马上保湿之外呢 它可以帮皮肤一直去抓水 然后又可以帮皮肤把水分留在肌肤里面不散失 所以它的保水力 锁水力其实都很棒 平均是玻尿酸 所以我们在市面上 是玻尿酸 所以我们下期尾的保湿成分 但是我们下期尾的保湿成分 这个保湿成分 就是玻尿酸